哇~~ 超級打得超級 爆打打爆炸大 怎麼樣很有誠意 把每一集都換不一樣的泳裝 下來啦 可以 超滑喔 可以 那我就來試一下 他的湯 先爆頭髮 這邊的路徑檢查 我想像中海岩 基本上就是把我所有的行李都打開啊 然後就是小包包也都打開 把裡面的東西拿出來看一下 然後我剛才就是凶罩直接丟在這邊 然後我超級害羞的 我跟他說 大家好 大家早安 我是瓶瓶瓶瓶 今天又是我們的 評價怪人系列 溫泉特輯 今天我們要去的是 新竹山上的針織泉 哇 看我這個表情就知道了 這個我也是私藏很久的 第一個優點 真的是環境非常的優勁 那邊真的很漂亮 就是上山啊 然後雲煙繚繞 蟲鳴鳥叫聲 舒服 喜歡大自然的 就會喜歡去 再來 第二點 他的水質是 重碳酸的 所以呢是無色無臭 討厭溫泉的臭味的那種 就是水煮帶的那個味道 就會蠻適合去的 因為他那邊就是沒有什麼臭味 然後呢第三個呢 他的湯屋是 九十分鐘 雖然說九十分鐘他的價格是比較高啦 就平日的話是六百三十塊 假日的話是七百 但是那個九十分鐘你知道就是可以多舒服一下 畢竟你都已經開那麼久的山路了 對不對 反正呢那邊也是我非常喜歡的 四場溫泉 針織泉 好 那我們就出發吧 今天我大概要開兩個小時囉 我開到了一個半小時 針織泉的路真的沒有那麼難開 對 他算是比較好開路 他比那個馬曹花一聲好開 好開三百倍 其實算是蠻好到的 所以表定一個半小時開到 我就是一個半小時開到 進步了 掌聲 我們現在呢已經到了針織泉 這邊呢真的是一樣漂亮 帶大家下車去看看 唉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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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帶大家來的地方 針織泉 好山好水 好阿平 喔來到這邊整個整個都臭了起來 這個太陽 這個分多鞠 這就是我要的感覺 我以為那是狗 就不是 唉唷 不是這裡 花花火 花是黑盆 不是這裡 下樓梯这边 这边那个转角才是 哇有好多的鸟 对要泡汤 那个汤屋 现在是一个半小时对不对 这个 好 这个频率点五小时六百三好的 他们一起刷卡 谢谢 哇哦 汤屋在这里 他这边的话就是那个 有床的木质门 就是汤屋 好了谢谢 好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外面有免费的吹风机可以使用 还有棉花霸 那这个是梳子 单人鱼子 超汤色的 好来哦我们在C5开箱 哇 超级大真的是超级爆 爆炸 大 两瓶水 然后一个毛巾 这个也很大 池子很大 外面还可以看风景 这已经是半露天了吧 平日六百三 一个半小时 这边就有洗法跟沐浴的 然后冲 冲水的地方 然后我们的大池子 我们的大池子 然后我这次已经学乖了 我这次一进来我就要开 一进来 立刻爆炸 好 一进来就立马开水 看起来这边的那个 池子因为非常的大 所以呢 水放的比较慢一点点 那我们今天就拐慢的 看机就好了 哦 今天也是换不一样子哦 我没有诚意把每一集都看不一样的泳装 这个水质我一开始有说 它是那个 重碳酸 是无色无臭的 里面有丰富的矿物质 也是俗称美人汤啊 哇 这边有够天心 因为我今天忘记带那个绑头发的 然后呢它们有夾子 我下来了 可以 超级舒服 我现在一泡下去啊 它的那个水质是会让人皮肤 变得超级滑的那一种 这个水质如果我说泡到现在的话 我觉得现在这个水质是 一等一的好 然后又没有臭味 然后也还蛮清澈的 天啊 超级推荐 如果有带什么女伴 还是女生自己要来什么的 都超级好 好滑哦 没有办法让人摸到 但是真的有够滑 很棒耶 哇 在这边泡着热热的微卷 真的是顶级的享受 超级顶级 哇 好享受喔 其实我自己呢 真的是还蛮喜欢这个系列的 不只是因为这个系列浏览很高 我频道其实开力到现在也已经 六个月半年了嘛 那其实之前也有做其他的系列 就是平家食堂啊 然后石矿精华啊 或者是不辣格这样子 成效可能没有到那么的好 那我自己觉得的原因可能是 其实我们不认识嘛 对不对 我们就是一个陌生的人 然后呢 你们藉由看我的影片 然后慢慢的认识我 像这样子的独处影片 我觉得就是 可以很好的 呈现真实的我给大家看 不管我 我之后我会去泡汤 还是我会去哪里冒险 我可以呈现非常真实的我给大家看 就是看到我的怪啊 可以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我觉得这个独处系列就是 我可以认识我自己 你们大家也可以认识 那互相认识之后 才会想要去看这个人做菜嘛 然后想要 才会想要去看这个人的Vlog啊 所以呢 还请大家继续多多指教了 真的是 那个会泡到 挺 因为我觉得这边的那个水温比较高 平常我拍片给你们看的时候 我是可以 那个50分钟一直泡在里面的 这个这么大啊 这得躺一下吧 哇 你们一定以为这个是什么单人床的那种感觉 就是单人窄窄的那种 不是 它这个呢 个本就是设计给情侣的吧 我自己躺起来呢 格外的寂寞 也没什么好寂寞的 我自己躺起来也特别的舒爽 可以搭自行 好我们最后回冲一下 你看那个90分钟 90分钟就是这个样子 90分钟呢 就是我可以泡完之后 然后再上去做一下 然后呢 我再回冲一下 这是CP值得有点高 然后呢 我们待会再泡10分钟之后 我们就 上去冲澡 好 那冲澡之后呢 待会我就 讲一下我的结尾啦 好了 这个这个这个景深是怎样 这个景深我是按照电影集的是不是 好 我们出来吹头发 我长来行吗 好 行 哇哦 今天真的是运气超级好 蓝天 白云 还有小溪 好 来总结一下 这边呢 就啰嗦说真的是 环境超级爆炸 好 我这次其实会想带大家来 也是因为看影片的 大家都是上班族嘛 可能 平常上班就已经很辛苦了 没有时间 然后没有机会 可以说冲就冲 希望可以 就是透过我的影片 然后呢 带大家这样子 一个人家开车 看看这么漂亮的地方 Hello 希望有疗愈到大家啦 哈 好 那第二个优点呢 就是它的汤屋 真的就是非常大 然后还有给 就那么大的一个木椅 然后就可以坐在那边休息 因为它们的汤是属于 比较烫的那一种 是需要上来休息一下的 而且尤其是它们是九十分钟 第三个优点 哇 真的是我刚才 其实我刚才一泡也吓到 水质非常好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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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這才怎麼想好像都有點像優點耶!怎麼辦? 而且這邊就是我剛剛是泡湯屋嘛 雙人湯屋 其實他們這邊還有雙人房間的那種 雙人房間湯屋 就是裡面有床 然後還有會比較像浴室的地方 然後裡面可以泡湯 那優床的各位來這裡 沒有女伴,找男伴 好啦,那我們真之前開箱就到這邊結束 這邊真的很棒 非常推薦大家來 也是我失常的溫泉之一 好,那我們屏屏貓貓,下次再見 哈囉,大家好,我是屏屏貓貓 今天又來到了我們的 追求極致吃湯系列 自從上一次我跟龍龍姐去的 北投龍奶湯湯屋之後 突然釣出了非常多的北投人過來密我說 你來北投泡一下哪邊 各種推薦都湧進來 北投人真的是特別的熱心,謝謝你們 我自己這樣看下來之後 發現黃池溫泉 超級多人推薦 那為什麼呢,他們說 來黃池泡湯就送一鍋粥 這超厲害的 你們是不是看出來我 每次泡完湯都很想要吃東西 這個黃池有沒有像各位 北投人這樣子講的這麼厲害 那我們就來去一探究竟 上一次超級多人在影片下面嘴我說什麼 就是長得不夠可愛不夠性感 我今天特別打扮了一下 還可以吧 還是有點小小女人味吧 好啦,廢話不多說,出發 等等,我發現前面有一個上面寫著黃池的車 這不會是有接駁吧 喔,到了是不是 謝謝 整個造景都很有日式的氛圍 這個路口的環境我先給到非常非常的高分 這是世界的奇蹟是嗎 喔,這邊是24小時的 然後有大眾男女裸湯雙人湯屋餐廳 餐廳那邊只走到底 左轉線去約粥 喔,約粥,好的 對,約好粥之後我們再去泡湯 好的,謝謝 好,謝謝 喔,各位各位 這樣子剛才停下來的話 其實黃池這邊呢 是如果你用餐消費滿800就贈送泡湯 看你是要大眾池還是要湯屋 就二折一 那我們現在就來點粥 但是他除了粥以外 還有樹蒸餃 牛肉捲餅 欸,看起來都好吃耶 鮮肉湯包 但是有點貴喔 他鮮肉湯包 8個250 哇哦,哇哇 你是挺太瘋喔 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這邊呢,泡湯只有40分鐘 所以你可能你去點餐 他就會直接幫你訂 一小時之後就可以來這個餐廳吃飯 對,所以我們就是趕緊去泡40分鐘 然後這邊人間超級爆炸多 超級爆炸多 我這邊沒有附毛巾也沒有附水 所以我們大家就要自己帶 湯屋的話直接上三樓 然後我剛才點了一個紅蟲粥小鍋的 小鍋就三到四人吃了 我待會也不知道吃不吃得完 好嘍,我們來嘍 這間就是我的湯屋 開箱 我我我我我我 半入天湯屋 帶大家看一下這邊的環境 首先一進來呢 這邊就是一個大池子 然後這邊不會先放水 所以我們一進來之後 就要趕快立馬放水起來 那再來這邊就是淋浴區 那它這邊很貼心的附了沐浴乳跟洗髮精 然後這邊看出去 啊這個 半入天 啊我的天呢 我的天呢 呵呵 啊怎麼沒有天啊 好的 我們現在就趕快衣服 可以 可以 那我就來試一下 它的湯 先綁頭髮 哇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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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很棒耶 进来的时候想说这边有点密不通风看不到天 我还想说这边可能待会比较闷一点 但其实空间算是很大 所以不至于现场很闷 然后没有那个凉凉的感觉 我一开始以为是泡汤送粥 结果是买粥送汤 那但是我觉得小可惜就是这边只有40分钟啊 所以一定要赶快好好的泡一下 然后为什么我一直觉得我的温泉水越来越低啊 我再开一下 各位观众 之前呢一直有人会来呛说什么 夏天怎么可以泡汤啊 在那边硬讲说什么夏天泡汤很有用处 只是想要夏天漏奶 来证明给大家看 来看看我们黄石温泉浴晒鬼来帮我平反了夏天泡汤的好处 夏天泡温泉一般来说是内行人及专业人士 偷客为主 达到泡汤养生排毒之功效 是不是跟我讲的一样 夏天泡汤好处多多不用太多时间你就可以出汗 然后呢还可以排出体内的毒素 所以呢各位你想要放松然后养生一下的时候就要来泡一下 这是真的 谢谢黄石温泉 哈哈哈哈 呀 泡汤多补充水分 好 因为呢这边的汤也是属于比较烫的那一种 所以呢我们泡一下就 起来 啊 起来休息一下 它这边呢很贴心的就是这边有一个台子 这边有一个台子 可以坐在这边休息 然后或者是你要躺下 躺下都可以 然后呢 还有这边 好这边是我的那个 那个医务区 然后那个胸罩遮一下 呵呵呵 这边也是一样可以 坐下 然后躺一下 呃啊 躺一下 已经 泡到出汗了 所以就要出来 休息一下 这边 环境 然后氛围 湯汁 都还蛮高的 唯一的缺点就是 这边只有 40分钟 40分钟对我这个泡汤养人来说 超级 超级 不够 再泡最后一轮 然后就要起来 洗澡 换衣服了 而且重点是这边的假日 30分钟 30分钟我个人是完全没有办法 40分钟是极限 那我们就赶快泡最后一轮 起身 我一定要去检视一下这边粥多厉害 吃粥 走 哇 泡完 全身流汗 那就吹一下头发 吹完头 头碰碰的 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 其他的半路天堂是 真的有天了 所以呢今天是我比较衰一点 就是刚好泡到了一个 看不太到天的一个半路天堂了 其他呢是有的 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 好了各位 我现在呢就一定要来看一下 他们的粥到底有多强 那个 大哥请问 你是会在粥里面的 那个 田鸡吗 幸好我刚刚点的是红巡粥 我刚刚点的不是 不是综合或田鸡粥 如果我在吃粥之前看到那个的话 我可能就会吃不下去了 他刚刚用那个眼神看着我 他刚这样 我看到了 是我的粥 是我的粥 各位 我对于他这边的冷气 非常的满意 很凉耶 很舒服 哇 既然还有凤梨蝦球耶 我好想去凤梨蝦球 算了 我们节省一点 因为毕竟呢 都已经泡了一个八百人了 我们就 来一个 三星葱油饼吧 好 那我就要来 开箱他的粥 是一整只红巡欸 然后但是他的粥啊 虽然说他说什么很浓 可是其实 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浓 你好像在家煮的粥呢 那个是真滴浓 这个的话对我来说是半浓 那个海鲜的味道蛮浓的 那我吃可咯 味道偏甜 就是海鲜汤的甜 咸度我觉得没有到那么够 红巡的味道其实有点偏淡 但是他以粥来说 他的味道算是很好吃的粥 他的红巡有一点点的蟹膏 如果是冬天的话呢 这完全就是一个至高的享受 又可以泡汤 又可以吃粥 算 不说话了 认真吃粥 因为这边用餐时间一个半小时 挑战我能不能把它吃完 或者是把它带回去 温暖咪咪的味 但我觉得我下次 应该会想要带妈咪来这边 因为妈咪超爱吃粥的 我觉得这边很适合带家人 或者是情侣 这个情侣 这是不推情侣了 因为情侣40分钟完全不够 我现在已经泡完汤也吃完粥了 好我先讲一下这间的总结 我觉得呢 这间氛围感拉满 泡完汤后吃粥也是幸福度啊 其实增加了蛮高的 因为很特别嘛 只可惜的就是只有40分钟 然后假日甚至只有30分钟 30分钟我真的觉得太短了啦 所以黄石御膳温泉这间 我个人的分数是有给到35分的 扣分就是扣在它的服务 因为刚才在吃餐厅的时候 基本上厨房的人手看起来就很不足 因为我已经坐进去20分钟了 然后我的冲抓饼都还没有来 就那么一小的冲抓饼 可是你却可以看到 门口有一群服务神在那边聊天 所以呢我个人是觉得 这方面也可以改进一下 因为如果你一家子一起来吃饭 然后全部人都很饿 还要等20分钟的话 可能会有点心情不太好啦我觉得 但是呢 以泡汤那个汤汤来说 我个人是觉得 氛围感啊 汤汁啊 设备啊 都很赞 感谢推荐给我的各位北投相亲朋友们 谢谢你们让我今天体验到了一个 这么棒的泡汤体验 好啦那下次还想要看我去哪里泡的话呢 欢迎再推荐我 我会去泡的 毕竟要追求极致之好 好啦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我是平民泡泡 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早安 今天是我人生都超级突破的一天 就是我要追求我人生的 极致之汤 追到日本去了 人生中第一次的日本自由行 我上礼拜才刚订好机票 那些住宿什么的 完全都还没有订 最终极的自由行 好那我们这一趟就来看看 自由行的魅力究竟有多可怕 就要去赶基杰 这次是坐星女航空 我的目的地是日本要命的完全之毒 我觉得这趟日本行呢 我就要过断坚决 把我现在脸超爪的 天呐呐呐 夏室 来挑法第一行夏宗 我今天 sly cuzly最最期待的 就是新与航空的飞机台 哈哈 我们飞仙台仙了 会不会跟其他的飞机台一样呢 這邊是去灌一些岡山 一些比較有名的日本景點 那這邊是仙台的排隊人潮 基本上只有公姐 我應該不會賣掉吧 飛機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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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登機 飛機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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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座位靠窗 光景航空這邊太酷了吧 請問有飛機餐嗎 有 等下就會等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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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有個很容易 你看看 得知 我已經有個很蠻很容易 很嚴重 我已經有個很久 很嚴重 累了 你今晚會 signs 你會被辣 可以 飛機餐 還沒 步伐 有 廣泛 我要有個大那一隻 我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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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零雞菜 我要吃零雞肉 來 上零雞 我要來看一下 鯪魚的零雞菜 可可米香丸 水果 插包 露類沙拉 奶油飯 然後加上番茄雞肉 我先見到 鯪魚 好 海里還是老狗 海里還是老狗 現在大浪 在鯪魚 是老狗 煙雞 不是老狗 各位我活著小子雞啊 真的不得不說新女孩真的是還蠻有水準的 不管她的服務啊 還是她的設備啊 洗手間啊 座位啊 我覺得都很舒適 仙台這邊的路徑檢查 比我想像中還基本上就是把我所有的行李都打開啊 然後就是小包包也都打開 把裡面的東西拿出來看一下 然後我剛才就是胸罩直接丟在這邊 然後我超級害羞的 我跟她說 好 那我就坐在這邊等其他人到 決定先前往租車的地方 其實我有點怕當天之後會沒車欸 好 我們先去租車的地方看一下 發現了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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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這是什麼地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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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沒有人 所以你剛剛打給她然後她不會講英文 對 所以去激動你阿翔的情況下 我說 完了啦 這個也沒辦法 哭脫 你是剛剛你是不是講太難了 你只好說 I need car I need car 就好了 她只不過是Soul 好 換我換我 我就不信 以我的I need car 看我會聽不出來 我們是日本戲要這樣結束了嗎 都在翻譯都等過不會不會不會 相信老闆 相信老闆 我們是最後一間 最後一間 the final code Hello I need a car Yes OK 我就是忘了说I need a car 你是不是讲了什么 Rental什么鬼的 I want you to rent Hello Yes Five day Yes OK 这个希望蛮大的啦 我们不会困在这边了 最终老板出马 太屌了 完全就是刚刚换你一个人啊 刚刚那个完全全部都讲日文 然后只说sorry OK Thank you See you later Bye Bye 你屌了 有没有破一文有日文 是有零星的嘛 就因为我都知道对方一文不太好 所以呢我都说 Oh yes Oh yes 然后尽量给对方信心 就是你不要觉得说 我听不懂 就是你早一有那个听不懂的感觉 就是对方这些胆怯 你不要让对方有那种感觉 所以你要大声讲 Yes Yes See you later 那他就会自行星宝宝 那他就会自行星宝宝 你这是一个很励志的故事 哈哈哈 有没有 我去读一文啊 哈哈 太天我们啦 好 什么什么什么 天哪是又驾 他是我们的神吗 我应该不会被战区卖掉吧 哈哈哈 到了到了 这是他们的句点 看起来有很多车 助理啦 助理还讲说没车 哈哈 我刚刚往路上查了 有车 看看没 莫非我 是适合在日本生活二人吗 我等你去吧 我们租到车了 Yes 第一个难关一解决 后面会势路破竹吧 This is our car Our car 终于抓车了 那我们可以出发了 有哪里 还没有停满电 嘿嘿 嘿嘿嘿嘿嘿 完了 现在已经快晚上六点了 不知道听不听得到 来 出发 欸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不是往这边看的 往那边 那边有车 车是往那边来的 完了完了 后面有好的地方 我们要去对象 对象才是往这边 这一向是往这边 你不要一直往这边看 你是看到 不要开一刷 右转 右转 还是在右边 右转在右边 我没有开玩笑 我刚才真的下了一次 日本东北极致之汤 寻找之旅 Start 现在是晚上 这边晚上六点的时间 现在还蛮亮的 然后呢 我们要来吃 最有名的 扇智狼牛蛇 现在可是牛蛇之都啊 到了 哇 好舒服喔 今天大概22度而已 那我们就进去了 我在日本的第一餐 扇智狼牛蛇 那我们就进去了 我在日本的第一餐 扇智狼牛蛇 它的一个set会有一碗饭 然后里面有糙米 还有汤 然后汤 汤里面会有很大的肉块 肉块两块 会有沙纳 然后跟 我刚选的是超厚牛蛇 哈 啊 吃饭啦 我现在日币在换算 有点猛 因为我们刚才吃了 刚才是吃了7000多日币 那在换算台币 1000 差不多1500 1600 然后我吃的满面通红 超金属的 就是我点的是 3400 充顶的 精选 极厚牛蛇 整个等级的牛蛇 如果在台湾的那个老干杯吃 没有定食 就要1000多块了 那我们现在就 来地方吧 欸我没有骗大家哦 现在晚上7点10分 才准备要订房 准备啊 够刺激够为之吧 刚才爆风十口之后呢 我决定就是这间 仙台青夜 LIFEMX 饭店 2245 剩下 2间房 预定 下去 正在联络饭店中 这可能需要1分钟的时间 这样子我就省了40% 然后呢还有3%的现金回馈 订到了 结果相信我就是 我就是会在 危机中 转身的那种人 那我们就 来去看看我们今天晚上的蝎角处吧 台湾的纳豆要不要出来说说话 台湾的纳豆 这样子 88块 跟日元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台湾的纳豆 是把日元的那个价钱 直接搬来台湾吗 这边这间呢 就是在日本好像蛮大的一间 那个住宿连锁店 然后是三型的 反正就是会比较像 台湾的那种就是 青年旅馆那样 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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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哇这些房间都道ла油爆掉 不愧是商户旅馆 究竟晚上7点才定的房间 会� réduire 来 erm 一个晚上2400块的房间 两张床 然后呢 甘絲分離 還有一個小浴缸很可愛 算是蠻乾淨 然後呢很大 畢竟呢我們這一趟的主要目標本來就不是住宿 是我們的極致之湯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這樣的住宿應該也還算是OK了 感謝小伯 我現在看這個浴缸 比較像湯道我的爸爸 他泡我的家庭式的那種小浴缸 因為台灣好像比較少看到這個比較窄一點點的小浴缸 日本人的話就比較常見 我覺得我要來試試看 今天泡完澡 就結束今天的行程 好那今天災難第一天 結束 早安 這個蟲比如想要真的好躺超級多 那我們第二天出發 現在是早上十點鐘的時間 在這邊看著日本人這樣走來走去 喔好讚 那我覺得呢到現在自由行 我原本以為會超級多粗暴的狀態 昨天都還沒有租車的情況下 然後呢在千鈞一把之際租到了車 昨天的住宿也順利的結束了 那再來就是今天 每天都是這麼的刺激 人生第一次出國自由行 那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好玩的事情呢 我們在拭目引擔 那我們第二天的 極致之湯追求之旅 繼續前進 我是拼音彭彭彭 我們下集再見